哈喽,大家好,我是现天来主 欢迎收看一期定第31期 之前70年代的上墨101和103都有拍过 那今天来拍个102 手头没啥合适的全品 就拿这个破烂凑合一下吧 上海墨厂大功耗油烟102 指挥如意 这个墨太破就不拍特写了 直接凑近看看外观吧 墨是一个二两形制 正面墨鸣指挥如意 上边相珠 墨顶部两脚呈圆形凸起 边框以卷线纹装饰 墨名下扁是上海墨厂 四字印的款制 字口描金挺立精神 印文的描银因为氧化的关系 有点发黄和泛蓝 背面是一幅画 画了四样东西 枪 剑 弓 输 描金银 填清率 客工上乘 顶部有点崩 一侧侧款油烟102 另一侧5款 下面位置有大功耗15的功耗码 底部磨过且有泡沫开裂 那裂的还挺惨 这个磨口基本没有多少参考价值 等之后磨完才能看到磨口实际情况 虽然墨有点残破 但墨体还是非常紧致细腻的 通过整体的外观也能看得出 大功耗实际的做工还是相当到位的 这个磨码 这个磨码 肉 finans 煤 � mysterious 肉 shirts 的 吃 看 涮 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次这个墨可能不只要磨一下了 我只能用上十几方硬台挨个磨过去 会另外专门出一期磨磨视频 所以这里磨感啥的也就不多废话了 反正70年代末的上磨102和101103都差不多 没太大差别 摸口还行 挺平整挺刚立的 看一下入水 比较明显的暖掉油烟莫测 入水其实还算干净 那就是挂臂比较厉害 多吸几次进去之后 就多少有点结团漂浮了 那也正常意料之中的事情 上纸瞧瞧 80年代红星棉单边角料伺候 磨的润度其实还挺好的 磨运也收得住 叠加方面也不糊 细腻度和层次丰富程度上 跟以前拍过的一些晚期民工磨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清透度其实在入水的时候就可以想象到了 说多清透就有点勉强了 再看一下干了之后的墨色 再跟之前的铁斋大好对比一下 老规矩图几下 之前有说过上海磨厂油烟101到104的由来和其中区别 今天这个墨也是其中之一 除了由超供烟变成了油烟102 墨名下面的印其实原本也不是上海磨厂 而是曹氏林博 背面画边上原来还有两行蹄字 张刘侯得以上老人书 腐汉高而见其功 下方有邵十二字的前印 邵十可能是清墨名措画家金鸿金邵十 五款的那一侧原本是灰色曹素工摇签噪的墨家款 墨的主体部分没怎么变动 而原来的款制上基本全给抹了改了 差不多到八十年代只会如意这个墨的正反两面才用回原来曹林博的板子 这里提到的曹林博 就是之前拍过的一期大好山水出版的作者 也就是曹素工十一世孙曹玉衡 而在他爷爷曹寿鹏也就是曹端友之前 曹素工墨很多都是仿古或者改制的古板 那传到了曹端友这第九世孙时候 曹素工摇签这一只已经几经变古 墨殿也从涉州沿寺一路经常州苏州搬到了上海 到曹林博这里墨殿的墨模创新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因为曹林博喜欢书画篆刻和刻墨模 那所以跟张小斋学画 跟曹潇时学篆刻 跟胡国斌王天福学刻墨模 从墨的题材设计 墨名撰写 图案绘制 墨模雕刻 直至墨的制作 曹林博无不同小 属于全能型的智末人才 同时呢 他又与仁波年 王一廷 钱惠安 曹潇时等 这一些当时海派的书画家们关系很好 仁波年甚至在曹家住过半年 曹林博还聘请了清末民国时的刻墨高手 胡国斌 胡松涛父子和王天福 王寿荣父子 书画家参与设计 在京高手刻墨 可谓是强强联手 所以我们看到的许多上海墨厂的精美墨模 有很多都是曹林博时期设计制作的 那例如油焰102百兽图 背面的南极新辉书款 吉生写国斌刊 吉生就是钱吉生 钱惠安 国斌就是胡国斌 钱惠安画 胡国斌刻 还有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刻这两个墨模 西流 寒香 就是出自王隋之王天福的手笔 那像这样的墨还有很多 比较可惜的是曹林博过世时 年仅53岁 但在他这一时期创作出的许多墨 都成为了沿用至今的经典 曹林博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素质非常高 同时也极具创新能力的墨庄老板 OK 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全部内容 喜欢我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我是现天斩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